在日本,大阪的别称是日本的厨房 大阪人在食物上花的钱比其他地区的日本人都多 东京人经常会惊讶大阪人的饭量怎么那么大 大阪人这样生活已经有400年了 大阪所有美味的食物都来自街头小吃摊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章鱼烧,大阪烧,乌冬面和串炸 喜多先生的章鱼烧美味乌 是日本章鱼烧历史第二悠久的店 要做章鱼烧,就得用面粉做面糊 把面糊倒进有半圆形的铁制模板里 然后加章鱼块,加天赋螺碎也很重要 反复烤反复填充,直到形成球状 喜多的祖母创办了这个章鱼烧美味乌 他当时是从路边摊做起的 喜多现在坚持使用祖母的食谱 他说不能随便改变食谱 因为那是客人喜欢的味道 喜多的章鱼烧有五种口味 客人说吃到嘴里会有难以置信的体验 喜多回忆,当时准备上大学的时候 在日本家族中有个规定 就是长子必须继承家业 所以喜多就做了重大决定 放弃了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 继承了65年的家族事业 也是为了让祖母安心 喜多一般是和妈妈一起工作 但是在店里,她们不像母子 更像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喜多认为保留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事 希望自己可以把店做到100周年纪念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